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接庫點評這個環節 請出我們今早的嘉賓 今早有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 Hello 9S 你好 Hello Peggy 你好 你好 今天你想點哪隻股票? 幫我們評論一下 是的 今天跟大家提提提的評寶 2318 其實主要來說 上個禮拜明顯有一個向上突破 升穿了80元的重要關口 其實80元都很重要 因為過去十個月 基本上都見過它有反彈過 但一直都升穿80元 但如果你說現在能夠升穿80元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明顯的一個突破 當然你說消息面其實都配合的 例如你說內地近期對金融業 其實都會提到是一個很重視的一個情況 都是組成國家的一個核心的一個部分 所以大家對金融股這邊 這段時間我想都是市場的焦點 還有近年你見到A股都做得不錯 其實A股你看回 今年來計算 就是頭兩個月 A股明顯都全球股市來計算 都是最厲害的那個 所以我們來說 A股又做得更好 這一點也都對那個平保 投資匯報的收益 這邊其實我們見到都會有一定的幫助 還有如果市場氣氛大家見到是 逐步都叫做轉活 其實大家對一些平保 先前說到很多的一些分拆旗下的一些項目上市 包括你說現在傳近下半年 會有機會 即是一張通那邊 會有機會通過在香港這邊上市 其實對它的價值的釋放 我們覺得都會有一定的幫助 所以對平保 我們覺得大家都可以留意 強勢突破之後可以繼續留意 順勢買入的一個機會 好啊 如果繼續強勢的情況之下 之前你都說了 就是衝破了那些阻力位80元這些位置 現在跌幅有超過1%的 是不是買入的時機 目標價看到什麼位 以及止蝕又在哪裡 我覺得就都 因為近來真的升得比較不急 尤其是昨天來說 如果我們看到上升到87元 接近800元 其實回一回都正常 但是只要你沒有跌回到80元以下 基本上突破的走勢都保持著 所以尤其是下個星期就出業式 這段時間你說 有少少升後的一些回吐回整 或者在84元以下 我們建議可以考慮 目標在看95元 只剩80元 好啊 現在跌幅有超過1% 最新就是佈84.05元 都要問一下你了 Ninus 你有沒有拿著的 我沒有持有的 謝謝Ninus 提回大家 剛才Ninus說的 只是個人意見 並非投資建議或者推介 做人類的投資 都要留意我風險在這裏 好啊